大家好,我是跑野大爆炸的孙瑞一 今天这期视频有点特别 因为今天桌上的这三双鞋都是来自Lululemon 而且全部都是为女性所打造的 一双是专业的女性跑鞋BlizzFill 一双能够满足各种训练场景需求的ChargeFill 以及一双专业的健身训练鞋StrongFill 今年的3月份Lululemon凭借着首款跑鞋BlizzFill 正式进入了运动鞋的市场 而7月份当ChargeFill上市的时候 它满足了跑步、健身、上下班的各种需求 现在主打健身的鞋款StrongFill也已经上市了 这三双鞋有什么差别呢 Lululemon的运动鞋这次有了比较清晰的矩阵概念 不过Lululemon的这三双运动鞋我很可惜 我没有办法测试 它们是否会和瑜伽服一样能够赢得大家的青睐 虽然我没有机会去尝试 但是这一次我又请到了三位的好朋友 全马257的跑者南瓜 拿了不少奖牌的鲁铁高手Wendy 以及从事了多种都市运动的运动达人毛二毛 分别请他们从他们所擅长的运动当中 对于这三双鞋进行测评 看看他们对这三双鞋会有哪些想法 哈喽大家好 我叫Wendy 我是一个热爱鲁铁的女生 日常生活中我会尝试各种这样的运动 我会去跑步 去打拳 会跳舞 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鲁铁 我每天都会去健身房进行自己的训练 在我看来呢 一双好的训练鞋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同学他都会忽视这个问题 随便就穿一双鞋去训练 但其实这样非常容易受伤 也很不安全 我尝试过各种这样的训练鞋 在我看来鞋肢的稳定和支撑性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呢 我是在尝试Lululemon这双 Swanfield的训练鞋 我觉得非常适合我 每当我在做一些大重量的领腿训练的时候 我需要双脚紧紧的抓住地面 这双鞋都能给我提供很好的支撑性和稳定性 当我在移动脚步的时候 也会感到非常的舒服 感觉非常的灵活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双鞋 总觉得这双鞋可以带给我很好的训练状态 HELLO 我是毛毛毛 从小就开始跳街舞了 但是除了街舞以外 我大概接触健身大概有两三年了吧 就特别是做一些body combo body pump 还有跑步跳绳之类的一些运动 虽然我不是一个运动的黄热者吧 但是呢我非常享受运动给我带来的一个快乐 运动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也因此我对运动装备上也有一定的要求 除了它能满足我各种运动的需求以外 当然它外观上也一定不能丑 一定要满足我的一个审美 在运动装备上我会经常选择Lululemon这个品牌 首先它能带给我一个舒适感以外 我觉得它简约的设计十分符合我的一个审美 于是我在不同的运动场景下测试了一下TRAGE FILL这款鞋子 像是在跳舞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跳舞它要不停的移动 所以对于鞋子的稳定性要求极高 而这款鞋子的抓地力很强 跳舞的时候也能非常稳定的去站好步伐 与此同时我们跳舞的时候 由于脚不停的移动 所以我们对鞋子包裹性的要求也会非常的高 而这款鞋子刚好满足了我这一个的需求 它能让我很好灵活的移动 并且能很好地保护着我的脚踝不容易受伤 而在跑步方面呢 虽然我不是一个跑步的狂热爱好者 但我的配数大概在600左右 而RAGE FILL这款鞋子呢 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初级爱好者 它十分的轻便 让我们在跑步的时候没有感受到压力 并且它的回弹性还不错 能让我们在晨跑或夜跑的时候呢 能更加的轻松更加的舒适 对于我这种轻运动的人来说 RAGE FILL不仅很好的满足了 我对日常生活的一个舒适感的要求 而在各种运动场合上 也能让我感受到有更好的运动状态 和运动的现象 我跑步已经有6年了 从全马成绩4小时59分 到现在的2小时57分 在从慢到快的过程中 我会根据不同的训练内容 来选择不同的跑鞋 无论是慢跑训练 竞速训练 还是长距离训练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舒适 今年我成为了 Lulemon新天地门店的跑步大使 有幸第一时间就上脚了 Blitzville 这是一款专门为女性设计的跑鞋 在我穿着的四个多月的时间里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它非常的舒适 这是一双适合大众女性的慢跑鞋 首先它的鞋面包裹舒适 透气性非常好 而且它的脚踝的保护也很到位 在跑步的过程中 中底也能给到足够的支撑 所以无论是转弯或者提速 它都能够稳稳地稳住你的步伐 你可以随时跑起来 享受挥洒汗水的快乐 其实对于大众跑者来说 能够享受跑步带来的好心情和好状态 就已经足够了 希望所有的女性跑者 都能够享受 Breece Field 带来的好状态 从第一款鞋到第三款鞋 其实在过去的很长时间 我们都有听过鲁鲁莱门在花很大的精力来研发鞋 我们也相信这四年的时间 鲁鲁莱门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从这点我们也能相信鲁鲁莱门的野心不小 这桌上三款鲁鲁莱门的鞋 会不会成为你鞋里的新选择呢 凑齐一套鲁鲁莱门 是不是你会觉得你是在运动场合最亮的那个在 还是最亮的那位姑娘 留言告诉我们的想法 记得一键三连鼓励一下小孔今天的出镜 也感谢我们三位运动女孩和我们的分享 下一期节目再见